馬上去 字幕寫了 咦 搞定了 哈哈 不然你經常坐得來夢 那你才有夢的 當然有 你沒有看我上一次的集 風琴奇合的第五夢 我說得明白我不妨礙鹹魚 是呀, 阿成, 你說要入圖片 就像以前那些小時候做圖片 是呀, 所以這幾年我一直在研究 怎樣去設計和製作 既然阿成都編了出來 這樣就真的可以弄 當然不行, 你看看這些 三V彈, 霧神神的樣子 怎樣用呀? 又是呀, 阿成, 我可以有錢 我不用擔心, 我可以用相同的模具 然後呢, 就找我在內地的廠家的環境 就會做一個模具, 跟著注目 這樣就漂亮了 這樣追逢, 就是譚李麗芬了 有很多人聽到卡路斯要畫整個鍵盤出來 就很害怕, 覺得很複雜 但不要忘記, 鍵盤其實就由一個琴鍵所組成 就像我這個五個八度的鍵盤 其實總共有六十一個琴鍵 不過又是這樣, 不是每個琴鍵的樣子都一模一樣 好像C鍵, 右邊崩了一塊 D鍵, 左右都有崩 E鍵, 左邊崩了一塊 以至F, G, A, B鍵 不是崩一塊就崩兩塊 只有最後那個C鍵就沒有崩 至於崩了的位置, 就用來容納黑鍵 而五個黑鍵的樣子是完全一樣的 即是說, 我們總共要九個鍵的模具 逐個八度重複, 就足夠做出任何長度的鍵盤 而除了這九個模具之外 我們還要一個模具 就是製作一個小部件 安裝在每一個白件的下方 好了, 但是琴鍵都需要一個底座來安裝 一般的琴鍵設計 就是要幾長就設計幾長的底座 而卡洛斯的設計 就是可以延伸的 所以我只設計了一個八度的底座 而這些底座是可以互相裝嵌 即是說, 我要幾多個八度 就用幾多個底座來裝嵌 當然這個底座我又要做一個模具 但是用了這個方法做小模具 就比做一個長的五個八度模具便便宜很多 而且將來要擴展至六個八度 七個八度就更自由了 除了琴鍵和底座之外 我還要用一條直膠做一個配件 以為這條配件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個琴鍵的足感就是靠它營造出來的 畫好所有部件之後 我确实有用3D打印去打印圆圆 但是很明显正确度有限而用得 最简单就是将部件图发上去国内找厂家 先就是制造模具 然后它们一般会用注颜成型 即是Injection Molding 去帮我们制造出来 可以告诉大家 做模具的价钱是颇贵的 但是由于重重复复都是变9件 所以之后的成本就相当化算了 比较起去买昂贵的管风琴键盆 我计算过数 只要我做3个键盆就已经翻本了 等了整整个月 我啤的拍摄终于到齐了 邵峰和阿欣还帮我拆箱 City Sir 恭喜你 这些琴键都给你拆出来 是就是 但是我还想你们两个 帮我去完工 即是怎样 就是要你们两个帮我拆整个琴键 出来 可以 除了底座和琴键这些主要的锁锯部件之外 其实我们还需要很多螺丝 弹弓等等的配件 第一步 我就先教邵峰和阿欣去组装底座 五个底座合体了之后 才可以装琴键 我们现在就用最后8度的琴键 示范一下组装方法是怎样的 其实原理就很简单 只是靠这种弹弓 一边勾住底座 一边勾住琴键的尾部 安装的时候要有信心速度够快 因为弹弓如果拉伸得太长 又或者拉得太久 就会失去弹性 幸好他们两个学得很好 很快就变成熟手技工了 装完黑键之后才装白键 而白键正如之前所说 每一个是不同的 所以必须很小心分清楚 至于白键的上弹弓方法 就和黑键一模一样 好了 很快就上了5个8度的键键 剩下的工作就很简单 只是在背面安装两条铝角 固定五个底座 而键盘的核心 就是一块Arduino Mag2560 当然要有牌线 接到每个琴键的membrane speech 至于Arduino的编程方法 我会专门再製作影片 去解释给大家听 一般小型的管风琴 最少都要有两层键盘 一层叫做Great Manual 另一层叫做Swell Manual 为了把两层键盘组装在一起 我就拖了一块这样的木板 同时我就希望教我的学生 用一些黑胡同木皮去粉饰这些木板 最好就帮我染色和油 其实木皮的操作方法很简单 你当它贴纸就可以了 割了适当的大石出来 就用白胶粘黏好它 想加速它快点干 还可以加烫豆 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 做一个管风琴 有多少东西可以教给学生 这一部分 我就请了阿智峰帮忙 一方面就学习 一方面就帮我完成了另外一块木板 至于木皮多出来的边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收边的工具 去准备它 而块板的边 就用了一种比较厚的木皮 贴的方法 大致上和大块的都是一样的 至于键盘又如何安装到木板 我们就需要这块钢片 由于这块钢片要用到专门的激光切割 基切割 所以我也是订做回来的 这部分我又请了阿智 帮我手一起工作 好 咦 都好像做得不错 好 再来 我又想教另外一批学生 去帮我粉色这两块木头 明明买回来就是黑糊涂木皮 为什么和一些成品颜色差那么远 没错 我们要买一些色粉 为它染色才行 至于染色的方法 卡洛斯以前也做过影片介绍过 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同学的同心协力之下 我的梦终于完成了一大半 哇 好棒 今天阿sir你琴弄完梦又发型了 那琴也请吃饭 请吃饭没问题 不过我的梦也没发型 因为琴是有两层 你们帮我砌了一层 砌完这层 我还要砌琴身 砌完琴身 还要砌脚琴劍 还要打电话 教阿sir你会教我们砌的 当然会 我要你们帮我完整个梦 所以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是卡洛斯 他是邵峰和阿欣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订阅、点赞和分享 拜拜